欢迎来到我们六度领袖节目的今天大新闻 今天我们有三条重磅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 芬兰总统认为习近平一个电话就能结束俄乌战争 但北京、俄国、乌克兰都不相信 习近平自治分量有限 而普京则更想与华盛顿对话 接下来 美国总统拜登在北约峰会上接连出现口误 先是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为俄罗斯总统普京 随后又将副总统贺锦丽称作特朗普 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质疑 最后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在游历英国伦敦多日后 悄然回到浙江杭州并现身阿里巴巴总部 引发了有关阿里巴巴集团近期可能有所动作的猜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镜电视 欢迎来到我们六度领袖节目的今天大新闻 首先 芬兰总统提到习近平一个电话就能结束俄乌战争 但北京俄国乌克兰都对此持怀疑态度 习近平也知道自己在这场国际冲突中的影响力有限 而普京则更倾向于与华盛顿对话以解决问题 接下来美国总统拜登在北约峰会上接连出现口误 不仅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为俄罗斯总统普京 还将副总统贺锦丽称作特朗普 这些事物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质疑 最后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在游历英国伦敦多日后 悄然回到浙江杭州并现身阿里巴巴总部 这一低调回国的举动引发了外界对阿里巴巴集团近期可能有所动作的猜测 明镜想点就点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为什么普京和习近平被称为最好的朋友 尽管中国和俄罗斯曾经竞争了数个世纪 但如今他们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联盟 虽然未能达到2022年所设定的无限高度 但经济、军事和政治联系在过去十年中得到了培育 并在俄乌战争的影响下进一步加深 这种和解是由对华盛顿的共同疏离推动的 特别是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 普京和习近平的共同历史和经验是 他们建立了强大的个人联系 进一步巩固了两国的合作 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系统 而中国则成为俄能源的主要买家 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也越来越多地协调立场 共同对抗西方压力 这种联盟引起了西方的深切关注 特别是美国担心这样的合作会削弱其全球影响力 明镜火拍 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火拍版节目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首先我们来看看即将上演的欧锦赛决赛 英格兰和西班牙将在柏林展开激烈对决 谁将最终捧起奖杯 接着我们揭开了一个社交媒体上的假新闻 声称沙特阿拉伯军队被派往菲律宾 其实这只是利比亚的一场阅兵 最后我们关注中国的经济动态 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在调查不当罚款和费用 力求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 促进经济复苏 中国政府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支持中小企业 包括减少不必要的行政费用和优化营商环境 以期推动经济的全面复苏 德国之声报道 德国政府决定逐步禁用华为5G设备 这一决定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支持者认为这是出于国家安全考量 防止潜在的间谍活动 反对者则担心这会对企业和公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 并影响德国的经济利益 德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出决定 显示出其谨小慎为何对经济利益的考量 这一决策将如何影响德国的科技发展和国际关系 仍需观察 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最新的进出口数据显示出6月的出口增长强劲 尤其是在钢铁、汽车和家用电器等领域 然而进口却持续萎缩 反映出国内消费的疲弱和对外依赖的增加 这一现象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和担忧 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日益加剧的背景下 专家指出 这种产销反差加大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贸易冲突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也因此增加 香港电台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在北京会见来华出席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 第二届高级别会议的马达加斯加外长拉萨塔 和加鹏外长澳南加 王毅表示 中方院继续同马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并强调中方对非援助从不设置附加条件 拉萨塔高度赞赏中方的支持 表示将继续积极参与落实 与澳南加会谈时 王毅指出 中方院继续为加方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繁荣发展提供支持 澳南加则表示 加方将一如既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愿深化各领域合作 推动加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中央社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尽管在电视辩论中表现不佳 但他依然坚定竞选连任 路透社通过采访多位民主党官员幕僚和金主 列出了五个可能原因 首先 拜登对自己深信不疑 认为自己是击败川普的最佳人选 并对副手贺锦丽 以及其他潜在民主党候选人的能力表示怀疑 其次 拜登的坚持不懈性格源于父母的教诲 他认为放弃是不可原谅的 尽管好莱坞男星乔治·克隆尼呼吁他退选 但拜登依然坚守原则 此外 拜登的资深幕僚如唐尼伦 瑞契提和利德比 他本人更不愿放弃 他们已经在白宫生根 第四 一些民主党人对贺锦丽带头的政府缺乏信任 最后 国会议员的反对声浪趋缓 特别是在黑人和拉丁裔国会议员团体的支持声明之后 明镜新闻台报道 三中全会前夕 北京爆发群众抗议 聚集在央视大楼前 与此同时 中共下令销毁人物第六期杂志 内藏关键玄机 北约75周年峰会在华府召开 欧美各国面临艰难挑战 日经报道 习近平在过去十年中 无法完全掌控军队 最终依靠妻子彭丽媛的影响力 彭丽媛帮助习近平 攀上江泽民的支持 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习近平 此外 南方洪灾肆虐 慈善捐款突然骤减 引发关注 明镜新闻台提供全球新闻和学者评论 覆盖24小时 中国财经报道 三中全会即将召开 习近平准备采取大爆炸事 举措震撼世界 彭博社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可能会采取大规模印钞政策 金融时报则强调 中国经济政策会议上对强逍要的期望 日经亚洲报道 中国政府打算利用老年经济来提振经济 节目深入探讨这些经济改革方案 极其对全球市场的影响 揭示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应对策略 观众可以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中国股市和经济的最新动态 张报报道 左科威总统正式颁布了关于 鲁山达拉首都加速建设的 2024年第75号总统令 这项法令旨在为潜在投资者提供各种激励措施 增强其对新首都的投资兴趣 并规定了对受新首都建设影响的社区的土地征用补偿 法令第二条明确指出 鲁山达拉首都加速建设的目的是在中央政府核心区内 建立一具城市生态系统 包括基本和社会服务 以及商业设施建设与管理 左科威还授权现任鲁山达拉首都管理局局长巴苏基 哈迪穆约诺确定投资的先锋企业 这些企业将获得从使用管理局管理的资产土地投资的零费用 到通过分期付款方式支付 这些土地的机会等好处 此外 法令还规定了对社区管理的土地资产问题的处理方式 包括现金替代土地 重新安置或双方同意的其他形式 土地使用权最长95年的保证期 并可在延长95年 建筑使用权的最长期限在第一个周期内为80年 第二个周期内为80年 经济日报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来华访问的索罗门群岛总理马内来时表示 中国同索罗门群岛等太平洋岛国开展友好合作 是真心诚意帮助岛国实现发展 是在南南合作框架内的互帮互助 不针对第三方 也不谋取任何利益 习近平强调中方院继续为索罗门群岛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加强在联合国 太平洋岛论坛等多边机构中的协调配合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中国与索罗门群岛发布联合声明 重申在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同意密切各层级各领域交往 中方将继续向索罗门群岛派遣医疗队 警务顾问组 并欢迎索罗门岛食品队华出口 助力索罗门群岛在2028年如期 从最不发达国家名单毕业 习近平同日还会见了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维 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瓦关系发展 愿同瓦方继续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深化全天后 全方位友好合作 携手构建新时代中瓦命运共同体 腾讯报道 萨姆·阿尔特曼·萨姆·奥特曼 在2014年接手知名孵化器Y Combinator YC后 迅速推动了一系列变革 旨在扩大YC的影响力和业务范围 阿尔特曼通过引入新的合伙人和高管 扩展了YC的投资领域 包括能源、人工智能、交通和住房 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教育等 他还推出了YC Fellowship YC Continuity和YC Research等新项目 进一步扩大了YC的投资规模和影响力 YC Fellowship项目通过线上形式接触更多早期创起 而YC Continuity项目则对毕业企业进行持续性投资 YC Research资助了包括OpenAI在内的多个研究项目 阿尔特曼本人也对这些项目投入了大量时间和资金 阿尔特曼的个人投资也广泛涉及生物、核能和芯片领域 反映了他对未来的某种构想 他还积极参与政治 捐资支持民主党候选人 并关注全民医保、住房和基础、设施更新等议题 尽管阿尔特曼的领导下 YC实现了显著增长 但他对具体工作的疏离态度也引发了内部不满 最终在2019年被创始人格雷厄姆要求离职 阿尔特曼离开YC后 继续在OpenAI等项目中发挥影响力 中央社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与波兰总理图斯克在华沙会面 签署了两国安全协议 决定号召居住在波兰的乌克兰人成立志愿军 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 波兰外交部长席克斯基表示 数百万名居住在波兰的乌克兰人 已表明有意愿加入志愿军事部队 波兰当局将为志愿者提供培训和装备 这些志愿者在乌克兰服役后将被允许返回波兰 波兰国家外国人办公室数据显示 波兰目前约有95万乌克兰难民 其中一半是儿童 还有大约50万乌克兰移民在波兰有居留证 尽管注册尚未正式启动 但已有数百名乌克兰人表示愿意加入该军团 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洛夫在脸书上 鼓励其他欧洲国家的乌克兰人也加入志愿军 强调这些志愿者将接受来自波兰 立陶宛和其他欧盟国家盟友的最新培训 并配备国际合作伙伴提供的最佳装置 世界日报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峰会上 美国总统拜登在介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时 误称其为俄罗斯总统普廷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此发表评论称 全世界都在关注拜登的失言 并表示这是美国的问题 应由美国选民决定美国总统参选人的未来 拜登在另一场记者会上 还把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籍对手川普 说成了自己的副手贺锦丽 针对这些口误 拜登解释说 他是因为太专注打败普廷才会叫错 克工也注意到 拜登对普廷发表的不尊重言论 称这种行为对美国元首的形象毫无帮助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